国学堂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论语先进篇》第十五节的话 孔子看到子鹿正在骨色 有一种情叫色 骨色 这个子鹿就是子油 子鹿正在骨色 孔子看见了 就讲了一句话说 他说子鹿啊 他对于骨色还没有入门呢 门人不敬子鹿 那孔子的话影响很大的 听孔子这么说呢 孔子的其他弟子就开始不尊敬子鹿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说他骨色还没有入门呢 其实孔子不是说子鹿完全不懂 他说没入门是什么意思呢 总而言之 同学们开始对子鹿不佩服了 可见我们群众呢 是很容易受别人话语影响的 我们也是很盲从的 那孔子就说了 有也升堂仪 未入于事仪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升堂入事 这句话典故的来源 那孔子看到同学们这样盲从呢 孔子就说了 哎呀你们也真是太轻看人了 我说子鹿是勉励激发他的话 实际上呢 子鹿骨色的这个成就啊 已经到了厅堂里面了 不过只是没有进入内室里面而已 堂和室 在咱们中国建筑里头啊 是不一样的 中国过去的建筑呢 有明堂格式 所以我们有时候骂人呢 会说你是什么明堂 那过去的建筑呢 也有四合院室的 中间有一个大天井 中间的大厅就是明堂 升入明堂之后就是内室 那内室在后面呢 就是后院 孔子认为啊 子鹿骨色已经升堂了 不过呢 还没有升入到内室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呢 弟子们就开始 不尊重子鹿 孔子说你们这样不尊重子鹿 太轻率了 你们没有真正明白我的话 通过这句话 我们知道啊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受别人话语的影响 别人一句话 我们就改变了对这个人的态度 别人再说一句话 我们又改变了对这个人的态度 总而言之 我们对人家的态度呢 完全是根据另外的人对他的评论 而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认识这个人 如此说来呢 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人呢 都太过清帅 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 现在咱们来看十六节 子贡就请教老师 诗于商 也 敦 贤 这里的诗于商呢 这个诗就是子章 商就是子下 这两个人呢 都是孔子的弟子 孔子的弟子子贡请教孔子 意思是说 子章和子下 这两个人谁更好一些呢 其实同学们之间呢 不要太过攀比比较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子贡这么问呢 要很小心的问 老师说话也特别小心 免得同学之间呢 互相比较也不是很好 不过孔子这里说了 他说诗也过 子章太过了 商也不及 子下呢 又不及 这就是咱们中国成语的来源 过犹不及 过也不好 不及也不好 要走中庸之道 为什么过于不及都不好呢 你比如说 咱们中国人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这句话我们都同意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们也同意 防人之心是要有的 不过如果过了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多疑 对不对 就会变成多疑 另外呢 我们人呢 都有忧虑 有一点点忧虑 作为人也不奇怪 但是如果我们多忧多虑 那对身体就有害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过 但是也不要不及 就是防人之心完全没有 那不及也不行 啥啥的 都是被人欺骗 也不可以 但是过了 多疑了 防贼一样 防每一个人 也不行 那生活呢 过得很累 所以不要超过标准 超过标准 不够标准 都是毛病 这就是为什么 咱们中国的儒学 讲究的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可不是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可不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不要过也不要不及 这才是中庸之道 咱们今天来看最后一节话 十七节的话 济世赋予周公 济世的财富还超过周公 但是燃球呢 还为济世聚集收连钱财 就更加增加了济世的财富 孔子说了 他说燃球这么做 不是我的徒弟 不是我的弟子 小子鸣鼓而公之可饮 你们可以敲着大鼓来批判他 这是孔子对于一个学生 燃球的身赤责备 就是说既是已经财富够多了 比周公还多 你为什么还为他聚联 设法帮他找更多的钱呢 你是拍他马屁吗 如果你这么做 就会造成财富不均 贫富悬殊 所以孔子说 这个人不是我的弟子 可以开除了 可以把他轰出去 敲着大鼓来批判他 这就是孔子对学生 品行方面的要求 所以我们做人呢 要不要锦上添花 而是要雪中送炭 比较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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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